三層豬肉水滾下鍋 稍微燙熟就能擺盤 如果想要拜三層 就三顆蛋 再加一個豆干也可以 中原普渡傳統會準備 雞豬魚湊成三層來拜拜 以前他們會認為說 自己煮比較有誠意 但是現代人這麼很多 全部都是用買的 不然菜市場怎麼會有生意 有媳婦就去買現成的來拜 卻被婆婆斥責 致電狂轟十二分鐘 說三層怎麼沒有自己煮 偷懶買外面的 你媽媽沒教過你媽 婆婆甚至打電話給親家母開罵 讓媳婦好委屈 媳婦會翻臉啊 普渡是婆好兄弟 又不是普婆婆 是不是婆婆幹嘛不高興 有民眾替媳婦抱屈 究竟三層要自己煮 還是買現成也引發討論 民俗專家說 皆可誠意最重要 可以市面上買現成的 不一定要自己烹煮 豬肉擺中間 左邊放雞 右邊放魚 三層有沒有自己煮 根本不是重點 要注意的 反而是不能使用內臟 魚得整條完整雞也要全雞 否則會有無厚 有頭無尾等不好聯想 另外中原普渡也要記得拜 最好的時間點是下午兩點到晚上七點 朝著廚房後門或對外窗等出來祭拜 準備日常飯菜或是雞腿皆可 但其實拜什麼怎麼拜 沒有這麼講究 有誠心比較重要 今天楊三在景城台中採訪報導